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 咱们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2月15号大年初六 到2月20号 组织大家呢去近东南 长治近城这两个地方游学 大家都知道这个山西是我最爱去的这个游学的地方 因为在明代以前的古建筑 80%都保留在山西 唐辽宋金园啊 这各朝各代的建筑都能看到 你比如我们这一次的行程 全国现在五代时期的建筑只保留下来了五座 一座呢在这个河北的郑定 一座呢在平遥的这个郑国寺 剩下的三座全部在我们这次的行程之中 包括这个龙门寺大云院和天台安 就是我们一下午就能把这三座五代建筑全部看完 另外呢比如我们看观金堂 中国最好的明代的旋宿 我们看法兴寺和重庆寺 有中国最好的宋宿菩萨像和罗汉像 另外呢你比如像什么玉皇庙啊 这等等等等 基本上都是明代以前的 明代的我们都懒得看了 还有呢著名的皇城相府 这个在山西也是明文侠尔 如果您春节完了之后啊 家庭这个聚会完了 德贤跟我们走这一趟 绝对是不需此行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欢迎大家 好 言归正传 前一阵子冬天一到 北京呢就开始频繁的下雪 每到这个时候呢 朋友圈里呢 就会有些这个文艺青年啊 取故宫义和园 打卡拍照 说这个一下雪呢 北京就成了北平 这句话呢就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 因为北平是民国时候的称呼 说这个北京变成北平啊 有怀念前朝的意思 如果你非这么定义的话呢 那说明你这个人呢 不仅过于敏感 还没什么文化 今天呢 北京啊 历史上改过N多个名字 而且呢 较北平的时间 也比较北京的时间呢 还要长 中国历史上 有北平这个称呼呢 始于战国时期 从战国时期往后啊 这个七雄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发展经济 都开始肺分锋涉郡县 其中这个燕国呢 经常被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侵犯 这么一来啊 怎么让北方安定 就是历任统治者比较头疼的问题 而中国古代在取地名官名的时候呢 总会讨个好彩头 既然希望北方安定 北平这两个字 就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于是燕国国军在边境 涉右北平郡 至所呢 在今天的内蒙古蒙城县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和北平有关的地名 秦汉时期这个地名一直沿用 李广呢 就是担任右北平太守期间 晚上去猎虎 李老远呢 发现大老虎蹲在树底 弯弓搭剑 正中虎身 第二天天亮才发现 原来头天晚上射的不是老虎 而是块石头 那只剑呢 也结结实实的射进了石头里边 东汉的时候 右北平郡就改名为北平郡 赵云的老东家 北方诸侯公孙赞 就当过北平太守 到后来由于北方游民族南下 中原王朝四分五裂 中央为了拉拢功臣 开始滥封爵位 北平王也是爵位之一 唐德宗翻阵作乱 皇上都差点被杀 在这场这个叛乱当中 多亏大将马随 率军秦王 把皇帝救出了叛军的包围圈 才让大唐又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国作 战后皇帝想给他个赏赐 但朝廷已经没有能用来赏赐的这个钱和地盘了 于是只能从爵位上下手 马随受封北平郡王 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北平王 后来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 为了拉拢其他解渡史 也大肆封王 其中义武军解渡史王楚直 被封为北平郡王 这个王位换来了王楚直和朱温的和平 到了后来 这个后唐李存旭起兵 北平郡王就被当成前朝余孽 变为围剿的对象 政权被攻灭 王室一族尽数死于乱军之中 这段时期啊 甭管是北平郡还是北平王 他所管理的这个辖区都不包括今天的北京 今天的北京啊 以前叫过冀州幽州燕京 辽国的时候呢 第一次成为都城 改名为南京西金府 金朝元朝分别叫中都大都 等到元末朱元璋起兵 1367年派大将徐达长玉春北伐 1368年洪武元年打下了元大都 把元朝宗史呢 都赶到了草原上去放羊 自此大都改为北平 取北方平定的意思 朱元璋统治时期 中国不仅有北平还有北京 朱元璋认为南京地势低洼 到了夏天能热死人 不适合当首都 并且认为我起兵 有给宋朝皇室报仇的名义 那么夺得天下以后 最好的方法就是还于旧都 以彰显自己的政统 因此洪武元年 朱元璋下诏 以应天府为南京 以河南开封府为北京 时隔两百多年 开封又一次成了首都 不过在后续工作当中 人们发现开封府早在 宋金战争当中就毁于战火 此后呢 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重建 现在的城市规模与配置 完全够不上首都的要求 因此呢 只能放弃 静难之役之后 都地登基 找首都这件事 就又一次提上了日程 李部尚书李志刚 投皇上所号 上表 请改北平为北京 设六都 俨然呢 又成立了一套政府 此时的北京就取代了南京 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 只是这个官方的说法啊 还叫陪都 1420年 紫禁城修建完毕 南北运河贯通 朱棣下令迁都 自此呢 北京成为明朝的正式首都 从这儿可以看出来 北京啊 叫北平的时间 其实更早 明清两朝 首都都是北京 再加上民国建立之后 北洋政府也定都在这儿 北京的名称呢 没有做任何改变 到了1928年啊 蒋介石北伐 北洋政府的大元帅张作霖 眼瞅战事不力 主动和国民革命军 进行了接洽 国奉之间通过谈判 确立了奉军退出关外 北京地区 由延西山和平接收的 基本方案 28年的6月8号 北伐军接手北京 国民党进来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讨论 要不要以北京为首都 大家一直认为 北京城内鱼龙混杂 有满清一老一少 还有北洋政府的余孽 如果在北京建都 就难免把他们引进中枢 到时候呢 势必会对国民政府 形成掣肘 除了这些官员之外 和蒋介石合作的 北方军阀 冯玉祥 延西山的势力范围 离北京也比较近 南方出身的国民政府 现在最大的需求 就离他们远点 免得北伐事业 为他人做嫁衣裳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 同时也刊发文章 要求延防北方官僚政客 混入本党 因为北京是一个消人窟 假如你没有孙行者 进入八卦炉的本领 他立刻就可以 使你的人格化为灰烬 再加上南京 是中山先生定都之所 没有抛弃南京 选择北京的道理 那既然北京不是首都 再叫北京就不合适了 蒋介石为了断了 冯玉祥 延西山等人的念想 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 干脆把北京改为北平 喜剧人们头脑当中 京城的概念 蒋介石的秘书陈立夫 也认为北京一定要改名北平 因为国民政府的正统 来自中山先生 孙中山一定要定都南京 北洋政府的法统 来自袁世凯 所以才定都北京 如果北京不改名 就相当于承认了 北洋政府的法统 这样就弱化了 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为此呢 他甚至还让人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叫正名之重要 来论证这个名 非改不可 于是呢 民国16年的6月20号 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 直立省呢 也一并改名 改叫河北 此后除了抗战时期 日本扶植的华北伟政权 把北平改名北京之外 民国其他时间都叫北平 所以说呀 这个北京叫北平的时间呢 要更早 而且民国时期 一共就叫了这个 二十几年的北平 不代表什么政治倾向 只是民国离现在较近 再加上影视剧的影响 感觉这个名字呢 很有民国味 另外呢 很多人喜欢把北京叫北平 管这个西安叫长安 管友谊官叫镇南官 管弗拉迪沃斯托克叫海神百 本质上都一样 一个叫法而已 没有必要呢 上纲上线 再有一个呢 对我本人来讲啊 我是比较反感这句话 什么一下雪 北京就成了北平 让大家都跑 一和园故宫装逼照相 谁一下雪就去一和园故宫 不大部分人都在这上班的路上 堵着车骂娘吗 所以这太小资了 没有意义 最逗的是这个 一帮人去故宫准备照相 长枪短炮都准备好了 等我们故宫一开门 进去看 人工作人员把雪都给扫了 这个太逗了 这个啊 好了 关于这个北京和北平 这个叫法呢 咱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